弟兄姐妹,主内平安,欢迎收听《清晨甘露》,今天是6月22日,我们要默想的主题经文是《撒加利亚书》6章13节。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,并担负尊荣。 基督自己是灵殿的建造者,他曾在山上建造了他不变的矮,他全能地恩和他无穷的信使。 在所罗门的殿中怎样,这个殿中也怎样。 建筑的材料必须先预备好,有黎巴嫩的香薄木,但他们在建造前若不禁修整,不被砍下,破裂,锯成木板,他们的香味就不能使乐园里,主家中的宫殿满了欢心。 石头仍在石矿中,必须在那里找好,磨得方方正正的。 这一切都是基督的工作。 每个信徒都必须经过一番预备,切磋琢磨,好适合他在殿中所居的地位,基督自己的手就能完成这种预备的工作。 苦难不能竭尽人,除非他要用苦难来竭尽人。 我们的祷告和努力,若离了耶稣使我们的新正直的手,我们就不能上天堂。 所罗门建殿的时候,锤子、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,因为一切建筑用材早已准备好,可以完完整整地运来安置在适当的地位上。 耶稣所建造的殿也是这样,准备的工作都是在地上。 当我们上了天堂之后,就不用在那里灾尽洁净了,不再用灾难造就我们了,不再用苦痛修整我们了。 不,我们必须在这里预备妥当,基督要预先完成这一切。 当它完成之后,我们就被慈爱的首领过死河,到达天上的耶路撒冷,永远成为主殿的梁柱。 你们也靠它同辈建造,成为神界圣灵居住的所在。